对于网络创业的人来说 网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当然要申请之前 你可能会不断的尝试 不断的找 找寻哪些网址 到底哪一些没有被用过 因此杰克老师要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就是在GoDaddy里面 他的网址搜寻 有多增加了一个新功能 也就是能及时的知道 那些网址到底有没有被用掉 例如说 首先第一个步骤 先在GoDaddy的首页 进来以后 在这个上面先打一个网址 例如说杰克老师要找一个叫做 叫做Cart 就用.com按一下Go 按完Go以后呢 这时候他会告诉你说 哦原来这个网址已经被用掉了 如果英文不熟的同学没有关系哦 很简单 底下出现 Bagorder呢 表示什么 这些都被注册了 这些都被注册了 这边都被注册了 Taken都被注册了 这个表示什么 你可以去跟他帮你协助购买 那当然呢 我们可能没有要做这个动作 接着呢 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点选 右手边有一个New Search 这时候你会发现呢 好像没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仔细看哦 接着在这个Cart的后面呢 你加一个 直接在Cart的后面呢 加你想要的字 加一个U 有没有发现什么事呢 底下会马上秀出来 哪些网址已经被申请走了 因此呢 你能够即使又快速的找到 你想要的网址 例如说我要找 哦 Jack 哦 原来Jack这个网址这么有名啊 大家都抢走了 Jack Teacher呢 哦 大康被申请走了 但是其他的呢 没有 其他都没有人申请 或者呢 Jack 101 你看包括101 101大楼 或者呢 你想要申请任何的网址 你只要先打上去 他都会帮你先找马 及时的找出来 所以这个工具呢 非常非常好用 对于想要找寻网址的人呢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功用